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要是去年最后的手机 那肯定是华为卖的60pro和卖的杀物哲理品 刚发布时 溢价上万块 有些同行抢了十几台 转手就赚了十几个w 但如今呢 终于迎来了滑铁炉 像这台256g的华为卖的60pro 虽然官方仍然缺货 但市场只要60张左右 还有这台etb的卖的下午点长满 只要13000出头就能拿下啊 真希望啊 下面我们继续搞机 先个台卖的50保时节 外观是很新的 没什么磨损 搭载上八家芯片 力情依旧四花如初 当年售价1万多 如今只要50多张 还有这台美版的14promise 外观有气氛的磨损 是etb的大内存 根本用不完 电视率百分百 目前市场行情68张 这是白色的屏幕14 一位美女要的 机身没有任何瑕疵 搭载满血15芯片 性能非常丝滑 国王256g 电视率98% 目前市场37张 在我台小米13 充电口有些磨损 但屏幕很新 稍微也很棒 12级256内存 目前行情26张 这是一个大个药的三星s23u全 外观是总线的橙色 几乎没有瑕疵 屏幕显示和四花程度都是一流的 12加512内存 目前60张左右 这是一加12 外观非常漂亮 充进橙色 搭载第三代小龙8芯片 16加512大内存 性能使用体验都是安卓顶级的 目前行情40张左右 在我台苹果13promise 也是etb的大内存 非常过气 搭载6n7英寸 高刷屏 电效率87% 性能续航都用强悍 目前61张 这是经典设计的s12 搭载h3芯片 每版256g11张打下 只要换个电池就能满起复活 这是20款的ipad pro 搭载h3芯片 129英寸高刷屏 每版256g47张打下 在我台2023款的messbook pro 之前要2万块 如今12000多 搭载m2pro芯片 16英寸屏幕 16加512大内存 简直是半官的神器 性能非常屌 下面收凶器器 这台是原色的15分mess 外观是准轻的橙色 没有任何瑕疵 国行5122机 充电只有51次 电池是100% 采用了几个月 兄弟就把它置换了 这是红米诺的12pro 外观很亮 搭载天机1080芯片 8G28内存 日常使用还是可以的 还有这台苹果11 外观有7月磨损 屏幕影量 来自于一位生小哥 耳机的话 二代的落达又61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很稳定 四代是落达又61支持空间音频 五代是落达又61 这样的功能很丰富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论哦